这里是大渡河的中游 其实也是水流最湍急的一段 80年前我红军就是从这里强渡大渡河 100多年前石大开再次殒命 80多年前蒋介石企图将我军扼杀在大渡河 17勇士的雕塑至今仍在 80年过后了我们看看如今什么样 今天就跟随我的镜头 我们重温那一段非常激烈的历史 这个视频可能有点长 这个就是安顺场 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地方 这个后面就是大渡河 在四川或者重庆 带场这种地方 记住 什么什么场 这个在古代就是一个急镇 做生意的地方 今天本来早晨就来了 下了一天的雨 导致我是下午三点才过来拍 咱们去看看这边有几幅画 画得特别的好 这幅画在这个居民楼上的一幅画 非常有立体感 看一下 跟当地老乡聊得下 据说这幅画的就花了六万块钱 画出来 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个狗呢 这个非常的真实 我们现在就走到这个大渡河边啊 这个安顺场呢 原名直达 意思就是地势险要啊 就说它这个地势十分的险要 清代同志二年的时候呢 石大开 率领一万多人 在此全军复明 他也曾经想着这个强度大渡河 但是失败了 最终呢 后来是我们红军来这里强度成功啊 这个地方呢 类属于这个大渡河的中游啊 非常的想要 我们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 强行突破 过到对岸 占领了敌人的高地啊 这个咱们待会儿讲啊 大渡河昨天呢 水还很小啊 由于夏了一晚上雨 这里的水非常的大 看看呢 白云都在山上啊 这个对面的山上 就是说有那个石大开的石碑啊 就是纪念他来这里战败啊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战败了还要被纪念啊 这个是很尴尬的事情啊 但是听这里的老乡说呢 那个山上啊 现在是不开放的 石大开的 没弄好好像是 前面这个还有这个纪念馆啊 有个遗址公园 咱们过去看看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 沿着这条路走 就可能到达那个红军渡 前面有个遗址公园 其实呢 这个安春场历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啊 1863年5月呢 一望是石大开了 帅万余人到达安春场 因为前有前前后有飞兵呢 所以他没办法 只能强渡大渡河 但是由于什么呢 当时呢 石大开受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啊 他没有处理好 人民与他部队的一些事情嘛 矛盾或者什么的吧 所以就导致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 强渡大渡河终于失败 在惊涛骇浪中呢 石大开呢 就此也允命了 前面有一组雕像 应该就是当年纪念这个红军强度大渡河的啊 其实在1935年5月呢 也就是时隔 石大开 允命72年之后呢 共农红军长征呢 来到了安春场啊 因为共农红军长征要往北走 但是呢 蒋介石当时扬言 要珠毛成为石家军第二 但是呢 在当地居民群众啊 50多名船工的帮助和支持下呢 我就呢 成功度过了大渡河啊 由此呢 留下了这么一个名眼啊 异王悲剧地 红军胜利场 基本上呢 应该就是当年这个船工啊 帮助咱们红军度过大河的一个场景啊 看一看 这有很多的红军的雕塑 这还水还不是很大的时候 大渡河水大的时候相当可怕 当时呢 据说这个战斗过程呢 十分的激烈 这17勇士啊 1935年5月 中央红军一军团 第一师第一团担任先前任务 由总参门长刘国成 一军团正为聂容阵指挥 顺利通过移区 并且呢 在团长杨泽之带领下呢 于5月24日 连夜冒雨占领了安春场 最后面的安春场早以前并不是我们的 是敌战区属于 当时呢 是打垮了敌人的两个连 后来呢 抢夺了一只木船 不知道是不是指的是这个木船啊 前面这幅雕塑的场景呢 应该当时抢夺的那就是当时抢夺那只木船 然后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之下 这是表明了当时我党啊 在当时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共有50多船工呢 协助我们强突这个大渡河啊 大渡河现在下不去啊 那是拦住了 强突大渡河呢 是发生在白天 9点的时候啊 当时的战斗非常的激烈 一营营长 孙继贤呢 率领二连连长熊尚林 二排长罗惠明 三班长刘禅发 副班长张表克 战斗员张贵成 肖汉阳等总共17人 实称17勇士 这些人呢 应该被我们铭记于心 在南岸红军的火力配合下 冒着清零弹雨 批流破度 强行渡河 继而终于啊 击败了恶手在北岸 陶子湾碉堡河公室里的200余人 当时守备军据说是 国民党的24军 红军强度大渡河呢 具有历史上非常重大的意义 为北上抗日 打开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同时呢 也让蒋介石 企图将我军消灭在 大渡河南的阴谋 彻底的破灭 那边还有个纪念馆啊 纪念馆咱们就不去了 咱们去看一下 当年的指挥部啊 指挥部旁边据说 还有一个毛主席的 当年的住处啊 但是不知道这个住处在不在了 看这个纪念馆啊 纪念馆前面的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 红军强度大渡河的 一个纪念广场啊 这个纪念广场呢 上面这个雕塑啊 有很深的含义 这个纪念碑有什么特点呢 它是用一整块花钢石 雕刻而成 成堡垒形 主体的红军雕像呢 高大威猛 而且紧闭双重 写满了坚毅与勇敢 下面呢 就是明江的支流 大渡河 素称天险 这边的门好多好多啊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指挥部 来这个大渡河边啊 切记啊 我已经被钉了上百个包了 那叫大院 红军指挥楼游客 游客中心 游客中心 我找了以上我没找到 古城上啊 虽然有些商业化 但是这里的标语 很多啊 红军是工人 农民自己的武装啊 基本上每一个房子的上面 都有这个 红色标语啊 传承管 哎 主汇部就在前面 地前盒有一条 这种小河 日后修的应该是 很干净很漂亮的小镇 这个就是当年的指挥部啊 我们走进来去看一下吧 这个也有些年代了 这个但是后来呢 这个经过修缮了 看很有意思的东西啊 你看 这个木材上居然长出了 这种东西 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这个指挥楼啊 三层的木楼啊 土楼 这个指挥楼上面 这个牌子呢 没有记载太多的东西 就说呢 粉罪了蒋介石 企图让猪毛成为 石大开第二的一个迷梦 为北上抗日 开辟了一个 现在胜利的通道啊 这个当时呢 就是刘伯冲静荣 真可能来这里住的一个地方 毛主席另有住的地方 据说呢 毛主席那个屋子 现在不知哪里去了 我问当地人 当地人说 可能看不到了 看不完了 我爸 我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